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新西兰伊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今节回来讲讲 乐坛天后李文 较早前她因为某些原因离开了世上 她的家人方面真的非常伤心 尤其是她的姐姐李思琳 接受很多不同的媒体访问 说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对于坊间有很多流料 讲讲李文离世的原因 怎样导致她怎样 而离开这个世上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尤其是一些很大的传统媒体 都不停被一些流料 都挺令人震惊 也是的 甚至流到 连李思琳也说 我都不知道有这件事 夸张 为什么你们会知道的呢 总之怎样也好 一切都说留待 有验尸报告才说 你说什么时候说 家属方面有权选择不说 这都是她的自由 我们无需追太多 不可以满足我们的八卦心理 虽然我也很八卦 但我也没有究竟什么时候知道 还是怎样 会不会留言去追问 怎样也好 现在我们看到李文 今天就应该是大念的了 昨天就看到在香港殡仪馆那里 就撤灵了 她的追思会 就在昨天的中午 就举行的 也有相当长的时间 有直播 又有其他不同的朋友 甚至乎粉丝那方面 都是送到最后一程等等 有很多不同的宾客 在场的工作人员等等 相关的片段 我也有去问 殡仪B仔有什么意见 她怎样看 她说看到今次 在香港殡仪馆那样撤灵 她说有一个特别之处 在场的保安 听同行说 是近乎来说 很厉害 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保安 厉害厉害 可能真的害怕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人 就叫做 炸炸帝帝走进来 云上摩远 可能都担心这方面的事情 保安方面是相当严密 也看到一些媒体在报导 其中有一刻 突然李文的二姐姐李思琳 很激动 在这里爆哭 还说了很多次 她拿走了我妹妹 真是场面非常凄厉 大家看到也觉得很心痛 就算了 然后大家姐李秋林 她是怎样解释呢 怎样叫她拿走了我妹妹 她说 意思是 是她害死了我妹妹 她害死了我妹妹 她虽然情绪是否叫做失控 但是失控之余 也没有开名 说她是谁 我们看到李思琳都哭了好几分钟 在直播中 帮忙去做制作的人 她也挺懂得做的 她马上变成声 反映得很快 是 甚至乎再把镜头设定去另一边 后来就看到 坐下了 冷静一点 才再把镜头设定回来 整个律师会 整个律师会都做得很健康 整件事 我问一下B仔 她对于这个毁闹 她害死了我妹妹 有什么看法 她说在这些灵堂 看到这些画面 或这些情况 她说是常常都有的 很正常的 对不对 每天都有不同人过世的 也有些家族成员 较多的 有人伤心很正常 还有情绪激动 激动起来会说些什么 她说什么都见过 互相吵架也有 甚至乎暈倒也有 摄在地上也有 最经典的 是什么 说到鬼上身 也有 千奇百怪 什么都有 当然 每一个事件 这就不同 例如李文 她的离开 似乎跟她的老公 所谓的叫做害 她的老公是否很大关系 因为很多媒体也去追访 看看她来到又如何 有些媒体就形容 她的神情很哀伤 我看了一会儿 我也去翻望直播片段 你说是否叫做很哀伤 对不起 对比起其他什么粉丝 或者其他来到的来宾 似乎她老公拍马都追不上 我想都过了一段时间 再加上可能她老公和她太太 但是在去世前那几年的关系 都已经变得很冷淡 你看到她的先生 不是真的这么哀伤 很正常 所以也是可惜 有些人会觉得 如果她老公 不是说被指去偷石 偷石完还要认 她不认一件事 认语不认也好 总之 起码在公众的角度来说 知道她有偷石 接着李文也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她自己身体也不好 再加上她老公也这样 当初我们看到很多 跟她老公很恩爱 嘴嘴面 很多的 当那个反差那么大 我们看到李文仍然是 希望可以照亮其他人 看到如果有人不开心的话 很多人都会主动 就去探讨人也好 关心人也好 也好 可能自己有这样的问题 也不想其他人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我们看到较早前 李文的家人 对于这个老公 我想那个不满程度 应该都相当之高 我们看到较早前出的附文 没有她老公认识 这个我觉得有点奇怪 很奇怪 不加进去 厌格上来说 最好的形式是由她老公的角度 她老公是洋人 不懂中文 寫什么 翻译也可以 可以这样做 其实代表是一个送别 自己的亡妻 就是一个 告诉大家 她那种的哀伤 以及要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去大脸 什么时候是谁 有些什么 如何去寫 这些是有标准的 很简单 就可以叫她做出来 但是也没有 可能她过去的劣行 太多 劣迹断断 所以李文的家人 都受不了她 不用了 踢她走 把她赶出这些名单 所以看到连弗玲 都没有去训练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也留意到 有些是娱乐圈中人 看到印尼 都有份去支持 她老公也没有份支持 可以说是杯葛了她 就是这个坏人 要踢她出局 就是不让她 我们看到 支持名单的时候 为她的亡妻 说最后的感言 都没有 还是她想去说 都不让她去说 还是她们集体 或者是杯葛 这个我们不知道 总之 如果是老公 就是让她最后一程 说几句 那行不行 就算让她上去说 都是说谎 你这些人 直播又不太方便 我们看到 欣妮也有出来支持 她这个致重词的内容 我们就不慢慢说了 但是挺有趣的 因为印尼出了名 就是很严格的 是怎样严格的呢 因为她对于 乐坛的后辈 你有少少东西 不正确的 你不单止唱歌不好 就是她对于 你个人的品格 也很有要求 这样的? 是的 过去来说 甚至乎她在飞机上 就遇到 有一宗 坐在经济客位 啊 后面那两个人 这么吵 那一男一女 哪个呢? 当她正想起来 骂的时候 一看 原来就是 她的乐坛后辈 哪两个呢? 免得说了 过往来说 都很红的 在我们小时候的年代 接着她就跟媒体说 哇 这些年轻的歌手 又没有礼貌 又不懂得尊重 还有什么场合 在飞机上 嘤嘤嘤嘤 你玩我 我玩你 罵很多 对于后辈来说 提携之余 那个品德方面 都很有要求 很重要 都很重要 在印尼的眼中 李文的年纪 和级数来说 都可以算是后辈 也算是 没错 对 所以我们看到 恩尼对于李文 是有赞 不要弹 有 很厉害 代表李文 可以得到恩尼的认证 对 所以她由 对 表演方面 到她的品格方面 我想都是一等一 所以我们看到 恩尼是这么伤心 甚至乎 那种词 也说得很感人 甚至乎 上当年 李文都说 她很像她的妈妈 恩尼也没有反对 不要这样说 为什么这样 也没有这些 所以我们由此可见 用一个側面 看到李文 各方面都应该是很完美的 是的 其实是看到的 她过往的成就 不是僥倖的 这个世界是没错的 而且很多人 是透过僥倖 而获得成功 但是明显她是 经过很多的努力 而且她对她自己的要求 也是很高的 才有这样的成就 再加上她有伤在身 也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真的非常之厉害 她老公那方面 这是一件事 大家对她的说法 如何看 大家不妨留言 看到李文追思会的全球直播 这里真的得到她的家人的同意 可以这样做 如是者 就有得全球直播 可以让大家看到 是的 即使她是选择高调的形式 我马上想起 袁天佑牧师 她的家属 还和她在糾纏 如何能够低调她的 或者是悼念 这是一件事 所以 那就是很可憐 所以 到最后 这些主导权 一定是在家属的手上 家属 去到老公 究竟是不是老公 还是怎样 不能够插手 就真的 都不能够被你搞下去 其实算是好的 起码在礼拜上都有 给一个礼拜 没有完全拒绝 算是这样的 即是没有公开在灵堂上 咬她 笨尾子说 看到那些真的咬她 那就很噁心 其实就 是啊 即是咬到直到 连那些桌子也反卖 哇 看到到这样 真的很夸张 好了 那我们今节 暂时说到这里 希望 Toco真的可以安息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